这个租了新房子啊 想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这个 这个新房子自带猫一只啊 但是他躲起来了 不出来今天心情不好 出来一下呗 今天他心情不好啊 他心情好的时候会主动出来 然后后边是这样的 这个房子后边呢 就是其实跟那个加拿大的有点像 然后但是有一点区别的 就是澳洲 其实你看他是可以在户外晒衣服的啊 就是只要你别挂在 天上过了个飞机啊 其实你只要别挂在那个户外啊 不是挂在户外 别挂在高处 给人看你在晾衣服就没有问题 是可以晾衣服的 然后他每一个房子都会有这样一个 都会有这样一个这个小仓库啊 里面是放一些什么工具啊 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这是非常典型的澳洲的这个房子了 然后他带有一个这个热水器 这个是个染气的热水器 就给整个房子供水 我去这墙上还有个真的东西 我突然发现墙上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小生物 这东西是不是一碰会跑啊 不用碰就跑了 不用碰就跑了 然后这个猫今天心情不好啊 暗中观察就是不出来 你出来呗 出来呗 你今天怎么不出来了 来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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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嗯今天他心情不好 我不想出来 来出来 心情不好 不搞它 心情好的时候我就出来了 嗯 然后这是带有一个洗衣房啊 就是一个洗衣机这样 然后还有两个大的 你可以想洗点啥洗点啥 然后他有一些这个圆意用的这个材料 其实我感觉呃 莫有啥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 这个猫怎么不出来呢 他不出来心情不好 可能我进去他就出来了 我把门关上 你把我躲着 今天不出来 就在那边啊 对呀 他不出来啊 你叫他出来 我叫不出来啊 你你你你介意上镜吗 你不介意上镜 我就躲着躲着 躲着给他 嗯 啊那好 那那个 室友不想上镜啊 然后 这个房子挺厉害的 他有两个洗手间来的 这边一个洗手间 另外一边还有一个洗手间 然后 就是 厨房的部分啊 这个这个这个厨房就非常的中式 嗯 看到是灶台的啊 是其他的很多都是那个西式的厨房 都是一圈一圈的那种 那种铁那个样子 从来就 所以这个真的是 就是房东是中国人 就是这样 然后但是他 这个房子也带了烤箱 不过 就 就租过来的房子嘛 都是万年不用的烤箱 不要指望说 没有正常工作 好在我 正常工作但是 脏嘛 然后 然后水池 微波炉 电饭宝 发现所有的租的 这个华人的房子里啊 大家都有带电饭宝过来 而且这个好像 好像还是IH电饭宝 比较比较高级 然后我们继续 然后这有一个冰箱 这个 澳洲非常这个 大众的一个牌子 海信 嗯 基本上除了这个 一些很贵的像什么三星啊 LG的这些冰箱之外 嗯 这个澳洲买的最多的啊 就是海信的冰箱 还有海信的电视 然后我们其实啊 这一排上面的东西 除了这个啊 剩下都是我买的 就是也就是说 未来我们录视频 还可以录 这个很多啊 不同的 不同的这样的东西啊 今天的话 我终于再吃个这个雪糕 其实雪糕 昨天我开了 它有三种口味 味道还不错 我觉得 然后这有一个鸡柳的 然后这个鱼是昨天吃过的啊 就感觉这基本上就是 就是国内的房子啊 就是只不过这个 呃啊 对 看到购物车了 这个国外的购物车 你是可以把它就是 因为它都是这种放一个硬币在这里 你才能把购物车推出来的 然后推出来之后 你其实可以把它推到附近的街区 推回家也没有问题 然后你不想用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购物车放在门口 它就会有超市的那个车辆过来 把这个购物车收走 也就是说你需要牺牲一个硬币啊 一块钱一个硬币 你就可以把购物车推走了啊 啊 你在超市用的话 如果你用完了购物车的话 把它插回去 你就可以把这个硬币拿出来 所以说如果你想这个赚点钱的话 你也可以自行就是沿街去找各种各样的购物车 因为有的人是插一块硬币 有的人是插两块硬币 两种都可以 你就可以在那个 在那个 捡一大堆 你捡十个购物车 然后全给你送回超市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十块钱 这样 然后这个房子真挺大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厕所 这样 然后热水很热 很舒服 而且这个房子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房子非常明显 这是中国人的房子 为什么 你看 它这个水龙头啊 左边是热 右边是冷 它两个混了水出来的 洋人的房子的水龙头 简直就是丧尽铁梁啊 它是这边一个龙头出热水 这边一个出冷水 两个分开的 所以我就不明白 它这个热水怎么用 就是因为你单放热的特别当 单放冷的特别冷 两个不混 所以特别诡异 就只有华人的房子 是这种混 混在一起 当然洗澡的那个 对对对 它这个影 你看 它这个也是混在一起出水的 但是 如果你想象它不混在一起出水 左边一个热的 右边一个冷的 这样 就是非常诡异的 然后就是 它这个房子里带了个电视 而且很高级 这个房子真的很厉害 竟然带了一架钢琴 而且这个钢琴是可以用的 真的是可以用的钢琴 很大的这个餐桌 摆了六张椅子 然后其他的几个房间没介绍的 就是就是那个有人不是我的吗 别人在住吗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我的房间 等一会儿我们出门看看 然后这个房子很好啊 带来两个床 这个字幕窗 一开始我很开心 以为这个字幕床呢 是硬床来的 但是看到底下之后呢 发现其实还还不是硬床 还是软的 就是想睡硬床的小伙伴 这个在澳洲 在国外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硬床特别不好找到 然后这个房子 好处就是特别多架子 各种储物空间给你 而且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还带了各种的 他带了很多这个插牌 这有个插牌 这底下还有两个 上面这个是我自己的 然后烤箱 看到烤箱 我是放到我自己的箱子上来用的 为什么 因为他比较担心 他贴着地面或者桌子的时候 他的温度啊 会给他们带来变色 这种任何的那个变色 或者什么变形 任何损害 最后退租的时候 都是要付钱的 所以说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然后这个是昨天的火鸡面 吃了一个 还有四个 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然后这里面就是衣橱 衣架是我的 桌子比较乱 因为要走了嘛 东西都堆出来再收拾 然后 这就没什么 这个是那个Uber送来卖的包 买这个 去领了这个包之后 我一个一次外卖都没送过 为什么 因为开软件 开两三个小时 APP都得不得 都没有单 那我看一下出来之后 看一下外面 他们的门很特殊 你就是从里面出来 也要用钥匙 然后就出来了 我先不锁 因为我还要进去 然后这是在门口的小花园 这个就我的房间 就是在外边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这样一个小花园 然后呢 这个车是隔壁的啊 本来这个 但这个车位是我们的 车是隔壁的 但是他因为提前跟那个房租 把这个车位租给他了 所以这个车位我就不能用了 我现在车停在一个非常远的地方 这个是经典款的 那个老的那个Smart 这个车 你看这外观很可爱 是吧 其实你看一下 就是内饰的话 如果你在国内有机会 去摸一下它的内饰的话 它的内饰和那个粗糙程度 非常糟糕 跟奇瑞QQ几乎一个鸟样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坑的车 十好几万 然后 我们的垃圾桶被推出去了 可能今天要倒垃圾桶 你看这个垃圾桶已经 应该是明天收垃圾桶 所以我们的垃圾桶已经 推出去了 你看一个红的一个黄的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房间一样 红的是放垃圾的 然后黄的是放可回收垃圾的 这没什么区别 但好奇怪 这个房子多了一个 嗨 多了一个绿色的桶 这样那这个绿色的桶是放什么的呢 这个绿色桶之前房子没有 因为我们之前的房子住的是unit 然后这个属于房子的这种的就是 它这个绿色是放绿植垃圾的 也就是说你在清理完你的花园之后 多出一些什么树枝的树叶子 这是可以放这个绿色 然后来清道 然后这就是这个家 家就这样了 跟隔壁啊 就这么一个小围栏 所以说如果住在一片一群都认识的话 就可以互相这个串门都很方便 然后门口有个信箱这样 每家的信箱都不一样 这个信箱在那个Kmart和BW都有的卖 可以追求个性 然后上面这个贴纸你看都是每个不一样的 就国外有很多卖这种奇奇怪怪数字贴纸的 用来给你贴门牌啊 贴号码啊 贴生日啊 这些 国内这些东西其实都 也都很好买到在淘宝上 但是就是我们没有习惯嘛 所以就没人去关注 那么最后啊 在视频的结尾啊 再进去看一下 有没有可能看到那个猫出来 没关系 我打那边就不会 不会拍到 看一下这个猫出来 没没出来啊 还在那个角落里趴着呢 那天出来之后 我们再有一个这样 撸猫的这个视频啊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未知小白与我互动 拜拜